好的 各位观众网友们打的早上 中文豪好 晚上好 我是国际解说 口罗池 Nishkin跟这个丙爷两个人表演完了杂技以后 又换了一个杂技 原来这一波是麦奈特 麦奈特其实跟瑜伽很像 所以说这一波狼王一路打上来 他要面对的都是同类型的角色 远距离牵制的杂技型角色 面对这种杂技型的角色 狼王这边毅然居然还是vs2 那这样可以限制住对手的各种杂技表演 对空 落下来晃了一下 晃出拆头 可以这一波上来就拿到一个优势 看下Nishkin这边还在续vs 那狗一只反应很快 第一时间趴起来就是往你脸上跳一个 不能给你续vs太多 给你续的太多 那这个VT就会来的太早 来的太早自己会有危险 又跳入成功了 这一波进攻啊还没攻起来就吃了一发生龙 这里下中拳完了以后绕一个身后 狗一只反应很快 不会让你偷到重置了 这里VT开起来 现在是狗一只的回合 头倒在地 然后这边是反手抱住VT要抢节奏 要把局面抢回来 跟你硬拼 但很明显没有拼过 狗一只这边连招没有打起来 但是封锁行动 封的一个比一个准 那这一波过去以后 Nishkin是根本没有还手之力了 这里Nishkin本来想用VT来抢一下节奏的 但抢不到 没有办法滚到对手 然后把这个VT太深用出来 只要用出来就可以抢到这个节奏 但有点难 狗一只这边防守有点好 而且第一时间就封锁住了他所有的行动 跳落直接吃一个对空 可以再一个 啊没有 这边跳不起来了 想要空对空 那Nishkin刚才出拳是很早 他在一个空中的高点就出了 就防你一个起跳强空 没求收回来 顺着你收回来的节奏再一个起跳 Nishkin这边对策做得很好 这边想要续VS 续VS的话对手就有可能会跳自己 看看能不能找到这个机会 没有 狗一只还在考虑要不要跳的时候 Nishkin突然就前前去偷了 这个杂技选手真的是给人非常烦躁的感觉 不过这一波狗一只要宣盘对手的死刑了嘛 把七颗死招星星点起来 点起来以后再一条踩中 下重到命中以后拉回来 这一波伤害应该死不了 还需要做一次修正 这一刻他把VT爆了 空中三连 三脚杀还没死 往后拉一步打拆又不中 继续进攻 这个点上面不能放对手行动起来 这一下虽然对手出了一个拆头 但是拆头没能打中 这一下是反手给了狗一只最后一线神机 诶没死 不过这个球在头上是个麻烦 诶这个球没中 那这样还有机会 哇 这一下滚到对手的面前以后 把对手的一个青鸟骗出来 直接带走 这个也必须要对手有这样子的反应才行 对手反应快 然后我去抢这一下 如果对手反应不快 还真就不会抢 对吧 如果换成我 我根本不吃这一套 我肯定一个吼吼逃命去了 谁还看你在那里 往我脸上去飞做什么假动作 对不对 这里开局 狗尾奇已经半管血没了 唯一在弹时 VT也没有 只能被对手这样轻易的白嫖 有点难受 先往后拉一步 防止自己被这个球搞出事情来 这里VT要来了 应该是要强攻了 做好准备了 划铲倒地 这里要封锁住你一切行动了 不给你开VT的机会吗 不可能 总会能开得出 但是开了有可能会死啊 因为接下来对于尼斯坦来说 就攒满三个能量 把你秒了就行了 除非你能一波VT打死我 对不对 你有本事打死我 我就不信你能打死我 只要我一会有了CA 你必死无疑啊 这时候狗语记最后的反抗 手上的球也已经快没有了 没了 最后想用一个球的 这样前前过去偷 没有用 尼斯坦直接一连撞上去 以后带走 那这样是比分来到了1-0 尼斯坦大杀特杀 我从局面上来看的话 尼斯坦其实也不占特别大的优势 两边在中距离力回上面 其实是5-5开的 比较接近 只是说刚才一波运气比较好 那上来就打掉对手一个半管血 那从再往前面两灯来看的话都差不多 上来先滚一个白嫖 白嫖的话 其实现版本我还是这么说 就你可以看着他白嫖的轨迹 过来以后用V闪反打的 是完全来得及的 这里又拼到一个香杀 追过去反射一个头 头到板边开始 这里还没压起来 被抢出来了 所以拉开应该是要续电 那这个续电的话 狗尼奇会不会跳呢 没有 直接选择打地面 跟你地面正面硬打 那这样的话 尼斯坦骗不到对手的起跳 进攻机会要怎么来拿 直接选择滑闪爆VT 这一波强攻过去 没有人破防 还是在对面的脸上继续搞 狗尼奇这边防得很认真 接下来一个 这个是逆向吧 我吃的好像有点逆向的味道 这一波全部防下来之后 应该是有了 狗尼奇这边把VT开出来 手上还有个CA的情况下 你能够保证一次则都不吃 我今天就把电脑吃了 你肯定得吃啊 对不对 最后一个轻攻击点中 VT打伤 啊 我怎么被抢啊 他可以打CA啊 好险啊 你非要弄那么险 我怀疑你想让我吃电脑 这个人 这个人有点吓人 好 那这样第二等 现在这些人都不安好心啊 这狗尼奇刚才那一波是打得很瘫的 如果我觉得换成撒扣来打的话 肯定是一发CA请对手上路的 夜长梦多这句话 在格斗游戏当中是绝对不会错的 任何一款格斗游戏都是这样 那你留对手一次血 这什么事情都有可能会发生 你保不准对手一波把你弄死 你拉回来 现在重拳又给了一个最高 你是可以有点折磨 哎 这一下骗到了对手的对空 哎呀 你要去对这个空啊 真的 你得有做好被对手爆干一波的准备 这个东西飞进来 你得猜 他是早飞晚飞 飞正面飞背面 对吧 再来 这一下彩虹滚直接带走呢 这样已经是到了 妮斯坦的一个赛点局了 打的还是真的很不错 他现在对于这种手脚比较长的角色 这个VS2限制能力是真的很强 因为对手看到你这个VS2以后 他就不得不主动进攻了 那对于Gowichi来说 我本身是一个擅长打远距离牵制的角色 变得要主动冲过来 那反过来就给了Nishiki很多的智慧 对吧 一下子变得攻守平衡起来了 这局面就不曾再说有利不利了 这里往后拉开还是去VS 就骗不到Gowichi的起跳 想要骗一下有点难这一下 滚到跟前突然刹车 直接偷了一个下段 这样开局半管血的优势已经建立好了 这里被偷到一下问题不大 没有压起身 我这里想骗 刚才Gowichi这个应该是想要去骗Nishiki的一个生龙 Nishiki很冷静 没有出 倒地 然后给一发投 投完以后 这边手上C已经准备好了 Gowichi最后的反打 有没有 有没有要死了 中条点完绕一下身后 情况之点完这个果物被防住了 防住了以后 这里VT还在 这里 早知会拉开距离把VT开出来 别想太多 VT开出来不要怕 你VT开出来一样可以折对手 啊 直接打死了 最后竟然没有选择报VT去折对手 他也是有点担心啊 这个不太好使 对吧 也有可能是反向的思维说 我给你一种我要开VT的感觉 但实际上我要到你脸上来偷那么一下 都是有可能的 好了 今天这场比赛也就到这边了 非常感谢各位观众老M的收看 如果你觉得比赛还不错的话 记得点个赞再走 拜拜 如果你不喜欢我的视频 那你只能是喜欢我的对不对 那就更加要订阅我的频道